大家好 我们再来看量子电脑 层次设计或相关量子 计算量子资讯等等的 这些相关的知识之前的那些预备数学 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个信心代数以外 很重要就是要从一些工程数学里面挑一些 主要的部分来强化我们的背景 在这一部分里面的话 从工程数学里面pick up一些部分出来 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有关于互变complex number 一般我们叫做complex variable 当然是相当的麻烦的一些数学 但是在整个这个量子空间里头 这个互空间的一个结构跟它是对应的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 这边下一点功夫 首先先从这个复数开始 那首先我就来开始看这一部分的知识 那在这一边的话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complex number 复数 看复数 那同学们认为说我好像在从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很熟悉这一块 其实有时候还是不染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蛮麻烦的部分 那包括我们在电机修这个电路学一样 那到最后电路一样都把它变成复数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我们还是要花点力量来看一下 那首先看一下这个complex number 那complex number很明显就是x加y 那这里的x跟y就是时数 时数这样 然后这一个i就是根号-1 那原则上我们来看一下 赶快来看一下 好我来调整一下我的空间 可以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x加上y 那很明显这个我们就叫做十步 叫real part 叫real part 叫十步 我们看出来 那这一个y的话我们叫什么 叫imaginary part Imaginary part 叫做虚步 Imaginary part 叫虚步这样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一个叫十步 一个叫虚步 Imaginary part 好 那我把它简称把它叫image part 这个好像讲法比较太简单了 好 我们还是规规矩去讲叫imaginary part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常常在写 比如说x加上yi 它可能3加4i 那也很可能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讲 因为最后它会变成是一个空间结构 所以我在这边就把这一张标题叫做complex space 3加4i 你现在变成-3加4i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待会把它映射到R2平面里面 有没有呢 R2平面里面的四个向线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它xy 十步虚步分别对应四种排列组合 正正负正正负负负 有没有看出来 那这四个这四个东西呢 最后呢 我先做布一个举 先布一个举 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后会对应到我的那个第一向线 那第二向线 那这个是第三向线 那这个会对应到第四向线 那这后面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更仔细的分析这样 更仔细的分析这样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 刚刚讲过说要把它对应过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把它对应到叫做complex plane 其实这个对应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那很明显就是说 会把一个负数 时步跟虚步把它看作是一个点 看作是一个点这样 所以我这边就画出一个这个平面出来 R2平面出来 那这个就是说我的Z 我还是用黑色写会比较显著一点 把它把它换成黑色 Z等于什么呢 X加上YR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样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说这个是十步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把它表成是一个向量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有点对应就是一个向量 XY 花点时间去把玩 因为整个以后我们在做这个quantan quantan的时候呢 这些都会一直不断的被用到 好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十步 X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说是real part Z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的话是虚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虚步 Y 它是我们的imaginary part Z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看出来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在 就是说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扶角 叫Arc Arc 那这个后面再来介绍这个扶角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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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扶角 叫扶角这样 那还有一个我们的长度 长度用这个绝对值 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全部复习一遍 所以这个在研文书里面 它讲这个的话 我们的长度它叫做 Modulus Modulus Of Z 或者把它叫做绝对值 Absolute Value Of Z 嗯 这样的一个定义 有没有看出来 那好 那这个长度的话 它的长度就等于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等于X平方 加Y平方的开根号 那这一部分的话 但后面会 还会再用更多的一个方式来探讨它这样 我们现在就先把它陈列出来 就是说 把它先当作是R度平面 所以 当初他们也是蛮神勇的 能够 发现出这些基本的现象的一个对应 好 所以这个 Argument 扶角 它是θ 所以这个是叫做 Argument Of Z 有太多太多它的那一个 这些英文的Term 同学们还是把它认真记一下 认真记一下 因为最后你看到的这些文献 几乎都是用英文在撰写 英文在撰写 好 那这样没问题呢 我就往下看 那因为刚刚已经看到它的什么 它的那一个变化出来了 没有 变化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长度 假设 是R 好了 一看到R就想到半径 没有错 慢慢以后都 这些观念都会慢慢的被引进来 这样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就要来看看我的X值 所以这个值 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θ 看成是θ 看成是θ 看出来是θ 好 那它在很多的规范里头 那这规范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就是说 我的X值 你可以看到 很明显是等于什么 Rcosθ 它等于是斜边乘上 这个 反正cosθ是斜边分之0边 sin是斜边分之对边 所以很快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值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实部跟虚部就是X X等于Rcosθ Y等于Rsinθ 那这里的话很清楚 我们就要 它这个叫做什么 英文叫做trygonometric form 等于是一个三角的形式出来 所以你看X加上 等于用三角函数来表现 等于Rcosθ 加Rsinθ 那有人呢 大部分的书都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写成就是说 会把I搬到前面来 I搬到前面 就是说 避免跟它混淆在一起 所以就把它写到 这一个Signθ 的前面 的前面这样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规范出来的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 这个虎角 虎角的话 Sθ 那很多原文书的规定 那其实你也可以不用这么规定 但是这样规定也比较好 它把它 规定在互拍到拍之间 那其实它是要少一圈 你可以把它少成是0到360度 那现在是从 互180度少到180度这样 那这个原则上 那既然是大部分的课本 就这么规定 我们就按照这样来 看它的那个三角的一个 这一个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这也可以把它叫做 极坐标的一个表现方式这样 好 那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 它就开始有所谓的 祖符角出来的 什么叫祖符角 就是说 那因为我要求出 我刚刚我那个值出来 刚那个值出来 所以它就会去探讨 探讨因为刚刚已经看到 那个y跟x的比法 一个是0边 一个是对边 所以你就会 求它的tgc等于什么样 等于是0边分是对边 就是这个公式出来 可是tg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出来 就是说 tg的值的话 你看我这样就用python 随便去跑了一下它的图形出来 那你发现怎么样呢 这条线是0 所以那整个它是落在什么样 -2分之π到2分之π的中间这样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整个祖符角是落在什么 落在 那这样等于是才180度而已 180度而已 有没有看出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会分析 它各种变化出来 那当然这个很细很细的部分 在解题目的时候 但是 当它有陷阱的时候 就要注意它 那没有陷阱就是 你就把它想成是 你要找到一个角的一个变化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往下看 就是说 那既然这样子 它的主符角的限制 所以我怎么去看出我的一般 一般我的那一个 我的符角出来 所以如果硬要用tg来看的话 硬要用tg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可是我的浮角不是这样 我浮角是可以落在 互拍到π中间 所以呢 它就变成非常的麻烦 Arctangion 那等于说 你现在Arctangion 是落在 2分之π到π之间 所以它就会开始来 研究 它各种变化 所以他们这个在 很多课本里面 它就讲得非常仔细 如果x大于0 那x大于0 的话表示什么意思 你的x跟y 会落在第一向线跟第三 四向线 有没有看到 那这无所谓 那第一向线跟第四向线就是 它的值就是Cover在 2分之π到 -2分之π中间 就等于是180度 所以这个没问题 那如果y1呢 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考虑的非常的严谨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要这么考虑 如果说 如果说怎么样呢 如果说x小于0 y大于等于0 那x小于0 y大于等于0 那就是这个向线啊 这个向线 它已经不在它的 那个主角的Cover 换回内 所以它要加一个π 让一个π 让它跑过去 有没有看出来 跑过去 因为x小于0 y大于0 那很可能它就是落在什么 落在 落在我们另外一半 落在另外这一半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一半的中间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就必须要再加一个π 让我的浮角落在 互拍到π中间 这样 这个各位可以再去 再去琢磨一下 我现在用几何观点来跟各位解释 那各位这样会比较容易记起来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要减π 什么情况之下 如果说x小于0 y小于0 那这就是第三向线的 第三向线 你们看出来 你等于是减π 你的那个浮甲才跑到那边去 是用tangent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你们看出来 非常麻烦 那可是还有几个极 极端的值 它很可能是2分之π 如果说x等于0 y大于0 有没有看出来 那这个情况就是告诉我们说 就是压在什么 压在它的那个 那个 逼近的线上面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2分之π 那if怎么样呢 x等于0 有没有 y小于0 所以它就把两边 两边的压 压边的这个两边 都把它解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两边 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分析一下 好 我在排版的时候 就有点拥挤 没关系 我们至少 可以看起来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 跟各位做一个解释 这样 好